而为了辅助台东家福中心的儿少稳定就学 家福中心1月曾在市区办理物资义卖活动 2月份则是医师到家福大午服务处 举行了小小爱心市集活动 让南回地区的乡亲一同响应 尽一点微薄之力来购买商品做公益 职工协助乡亲查看物资衣服的尺寸 这是在台东家福大午服务站 举办的小小爱试集活动 现场摆放许多生活用品、饰品、衣物等等 应迈所得将辅助学童奖助学金 为了让儿少能稳定就学 台东家福中心1月就在市区办理贫困家庭儿童助学活动 2月则移师到家福大午服务处 举行小小爱试集活动 他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台东家福的孩子 就是目奖助学金这样 对那第一波其实是在1月14号我们在台东的蛋糕公园 有一场爱试集是整个台东家福中心的活动 对一个试集也是就是会募集各界的物资 或者是一些厂商啊公司捐赠的一些商品 然后我们在做贩售这样子 对然后主要的这个是第一波就是算是开跑这样 对然后一整年我们都会持续的募集一些奖助学金 那提供给就是我们的台东家福的孩子这样子 台东地区辅助儿童募集2023年 整年度的奖学金约1600万元 今年透过爱试集活动 汇集了来自全台各地的爱心 而这些物资也将持续依卖的方式 不足奖学金的缺口 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些物资就是卖出去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这些换取现金再回到我们的奖助学金里面 然后我们的目标呢是1600万 那在1月的活动是募到大概100多万 对那一整年其实都会持续募集 那如果有三星人是想要捐款 那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家福中心这边 这次大午服务站小小市集 从即日起一直到2月11号 欢迎南回地区的乡亲一同响应 进一点微博之力购买商品做公益 这种结大午相报道